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现任中央保健委员会的副主任黄杰夫 日前在香港凤凰卫视节目中透露 取消死球器官移植与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落马有关 有分析指出黄杰夫的话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带出 真相即将大败于天下 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黄杰夫在凤凰卫视公益中国的节目中表示 中国目前有2.2万人等待器官移植 但当被记者问到死球人数应该小于器官移植需求量时 黄杰夫含混回答 这个太敏感 所以不能讲得太清楚 因为不透明 做多少也是秘密 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 黄杰夫还称 国家很大 死球器官来源 它自然而然的这种体质 造成了中间的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变得肮脏 他指出 是打老虎的大气候打破了其中的利益链 当被记者问到大老虎是谁 黄杰夫直言是周永康 周永康是大老虎 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 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 那这个死球器官的来源是从哪来的 这不是很清晰的吗 是吧 因为那个周永康是那个政法书记 是原来的政治局常委 那就是点出来就是说 是因为习近平打到了这个大老虎 把那个周永康造出来了 把这个死球器官这个问题解释出来了 但死球器官只是占整个器官来源的23%这样非常小 因为按照原来那个香港媒体的报道的话 98%的这个来源是在于军队控制的 现在他解释了死球的来源 显然军队控制的这些都是活的 活体的这个器官的来源 黄杰夫还称 取消死球器官移植这件事 得到了中共上一届的领导人胡温 和这一届领导人洗礼的支持 否则很难完成 当然他是拿这个死球器官做掩盖了 但是实际上我们就想到 以前呢有海外媒体爆出来的 当年温家宝听说周永康在做这个活摘器官这个买卖之后 在政治局是非常愤怒的 就是这还是人干的事嘛 活摘器官的这个问题 由这个黄杰夫侧面揭示出来 的确是因为现在习近平打老虎 把江系那个势力是彻底的打下去了 黄杰夫在媒体上的这番话 在网上引发巨大反响 大陆律师陈有希表示 这是一个可怕的证实 前伯洛尼家居上海分公司首席顾问 注册经济管理师吴德瑜在微博质问 黄部长 你难道不是这条血腥的巨型利益链的缔造者兼受益人之一吗 累累罪恶 岂能让你用沾满鲜血的双手往周永康身上一推了之 也有很多人表示 这证明法轮功学员所说的活摘器官一事是真实的 以前看到或者是间接听说江系血债派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样一个罪行 有很多人实际上他不敢相信 那么现在在网络上一片震惊 就是他们觉得活摘器官是存在的 那我想许许多多知情的人看到这个局势的改变 包括司法系统 包括卫生系统一些知情人 在之后呢 应该会出来拿一个爆料的这样一个趋势吧 事实上 早在2013年凤凰周刊就刊登 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一文 文章称 近十年来 国际流行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 其特点是 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一些国际医学界专家认为 大陆存在庞大活体人体器官库 报道还引用三联生活周刊刊登的 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说 中国98%器官移植员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报道指出 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 中国劳教所囚犯 社会流民 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 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时事评论员李天孝指出 习近平在打虎的过程中 把死囚器官问题抛出来 借此威慑江泽民集团 李天孝表示 随着打虎进程的发展 习近平很可能会揭开 庞大的活体器官库的来源 那就是从1999年开始的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么一个来源 这个事实正在逼近